在直播间里花了9块9 抢了一个文具麻袋 来吧帮我们拆一下 你买的全部都是过时的 不好了的 这次绝对不会过时 你知道吗 9块9太便宜了 谁能忍住不剁一手 哇 它好像是限定款的呢 哇 这也不少啊 你看 你看他这里给了一个收东西的 这一个袋子 对啊 这个可以收你的试卷啊 装艾米这个琴谱 也挺合适的 你看这有3D烫金小马鼠啊 这是正版的吗 它不是正版 它连杜家那个牌子都没有 但是还是挺好看的 就将就先用一下吧 好啊 一言难尽啊 哇 它这个笔袋我还挺喜欢的 是一个可爱的小狗 高爱心的 嗯 来看一下 就这种一层的啊 没有隔层 嗯 你在外面买也得要5块钱吧 对啊 嗯 这个还是挺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可爱的小本子 像这样的本子咱家已经不下10个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可爱的帕家狗 嗯 都是拆盲袋送的 是的 还有一个可爱的库洛米的小笔 出墨还是挺流畅啊 你不是插笔吗 刚好明天带回去用吗 啊 它是那个三零欧的还可以啊 怎么觉得它都是三零欧的呀 你看笔是 然后本子也是 修正袋也是 这一个修正袋也值个两块钱吧 也值个两块钱 然后它最后的话就是一个菱形的 橡皮仓 对 它这个的话有两个尖尖这样特别好擦 一块钱值不值 值 雪赚了吗 9块9 拆出了7样东西 平均一个才一块多钱 还不赚吗 你还想多好 至少我没亏吧 没亏 既然不亏过 拨带款下的多买点 给你了 这一个 好好收拾 洗洗 睡觉吧 做你的白日梦眩 这个家我下的不跟你骂了